中国万里长城尽头竟然在大海中 老外看后直呼中国古人太聪明了 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到过长城的人肯定都会被长城的宏伟气势所征服 万里长城位于北京 后人暂之上下两千多年 纵横十万余里 西周时期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 周王把之前各个朝代修建的长城连城一线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防御工程 在设计之时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用了多种建造方法 当时在修建老龙头时 为了加强它的稳固性 古人还用了铁锅和石头 这样的方式 大大增强了长城的防御作用 后面也再入了建筑史册 去过长城的人都知道 长城上的防守台都是修建在崎岖地区 这样不仅容易勘察敌人的动向 而且敌方难以攻入 可谓一手难攻 另外考虑到敌方会采用超进路的方式 古人修建时干脆把镜头放在了海里 让敌人无路可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